导体里面计算电厂的问题并没有完 有些稍微复杂的问题怎么办呢 稍微复杂一点 不像刚才那种球外面套了一个球壳 或者是平板旁边又放了一个平板 不是这种东西 稍微复杂一点怎么办呢 比如说刚才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算这个点电荷中间一个导体球接地 我们说这个导体球表面电荷量等于多少 不是问你电荷量 说周围的电厂等于多少 那这时候就麻烦了 因为它感应出来的电荷对外面电厂也有贡献 是不是 感应多少 那个分布不是很容易清楚 是不是 那这种问题怎么办呢 这种问题我们叫做用电相法的这种方法做 电相法什么意思呢 电相法这样 电相法是 假如说现在我们这个静电厂里面有个等式面 这等式面 现在你悄悄的在这个等式面上 铺上了一个导体薄片 导体薄片是很薄的导体片 跟等式面的电式是一样大的 给它弄上 放在这上面 导体本身等式面同意吗 导体本身等式 这个薄片肯定也是等式的 原来这是等式面 放上去 没变对不对 不用电荷重新分布 你就放在 刚才那话不对 不说电荷重新分布 不说这话 你把这个薄片放上去 那导体本身是等式体 对不对 薄片就是等式面 和这个等式面它是重合的 然后电式的值是 你把它让它跟这个等式面 原来的电式是一样的 那你不会知道 这个等式面上 是有导体薄片呢 还是没有导体薄片呢 你不会知道 并不是说你眼睛看见 看不见 不是这里的 而是说对周围的电厂 它没有可觉察的影响 同意吗 就这么个原则 那这个原则 我们可以用来算电厂吗 是可以用来算电厂的 你比如说现在有个导体 周围有个点电荷 点电荷的话 你这个不是导体就会感应 是不是 感应电荷 这个地方可能有负电荷 然后那个地方可能有正电荷 然后周围电厂 就不再是这个点电荷一个的电厂 而是它和导体那些 感应出来电荷共同 共同贡献的电厂 是不是 那现在我怎么算呢 不好算呢 这导体上的电荷怎么分布 我怎么知道 不容易算是不是 不容易算的话 假如说这导体这形状 比较规则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做 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啊 因为这导体表面 是一个等式面 对不对 同意吗 它是一个等式面 假如说你这个导体是接地的 这个好办 接地的话呢 就是导体表面又是等式面 电池又是等于零的 是不是 这个时候啊 我我用把这个导体去掉 注意啊 把导体去掉 然后里边放一些向电荷 向电荷干什么呢 我让这些向电荷和这些电荷合起来产生的电视啊 刚好让这个导体表面就原来导体表面的那个面是等式面 但是这个很难呢 当然难的东西就是当然是很难了 可是也有比较容易的东西啊 那容易的东西你不就可以用这个向电荷来代替这个导体了吗 如果接地的情况 你让这个向电荷和这些电荷产生的电视刚好等于零 那么外边的电厂 它并并不能觉察 你这个东西啊 是导体造成的 还是这个向电荷贡献弄成的 因为他们使得这个导体表面都是一个等式面 都是电视等于零 没法分钱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等于是拿这个东西带掉了导体贡献 于是外面电厂就变成了 它这个电荷产生 这个电荷产生电厂 加上这些向电荷产生电厂 向电荷是点电荷 算起来比较容易是不是 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如果你没接地呢 如果你没接地的话呢 你就这样 你也是用向电荷 让这个这些电荷产生的 这个表面是等式面 而且那个电视呢 刚好还等于这个导体当时的电视 如果你这个如果这点不容易做到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 你就是说你让它这个等式面 同时导体的另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是电荷量是给定的 对不对 那么你电荷量给定的话 你就让这个这些向电荷呀 你在这儿你作为高时积分的话 这些向电荷产生的电通量呢 在这个球表面上电通量 和导体原来的时候的那电通量 让它们一致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你在外边也还是觉察不了的 于是你就可以用这些向电荷来代替它了 就这样 我们还是举例子来看一看 举几个例子 电相法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向电荷带导体作用 第一个例子是导体球附近放了一个点电荷 就刚才那个问题 不过现在问的问题不一样 现在要问这周围的电场是什么 这个导体球是接地了 所以这导体球接地的话 它这个等式体 而且它是这个表面的电 电式是等于零的 对不对 现在问这周围电场等于什么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电相法的这个原则 我们想既然这是等式面 我莫不如我在这导体里面放一个向电荷 明白这是什么 放一个向电荷 某一个位置 你很显然不会放到这个位置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让这个球表面变成一个等式面的话 你必须是和这个点电荷球群 然后这些 这个有对倡的地方 是不是 这样才可能这个球表面等式 对不对 而且呢 不仅是等式 而且电式是要等于零的 明白这是 等于零 如果我找到了这样的电荷 而且我知道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时候 这向电荷 这个电荷产生的 这个电式在球面上 刚好是电式等于零 那对外边来说 这个向电荷 它产生的电场 和一个导体球 接地的和电荷旁边 产生电场 是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现在问题是找向电荷了 和以及它的位置 是不是 那原则是什么呢 原则是球表面上电视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电视怎么算呢 电视 点电荷的电视 很容易算的 是不是 你当然假设它离这个球心位置是A一撇 假如说这个球心离这个点电荷距离是B 这球的半径是A 然后把这些带进去 你就会发现 随便哪个位置 随便哪个球表面位置 是不是 球表面位置 然后 他在这儿的电视 再加上他在这儿电视 共线加起来等于零 把这个方程解出来 你这个位置就解出来了 这方程不容易解 是不是 球到处都有 是不是 所有的球都得 球面上所有的地方都要等电视等于零 可是这里边有几个位置量呢 A一撇一个位置量 Q一撇一个位置量 两个位置量 找到两方程就行了 于是我找到两个特殊的点 是不是 一个这一点 把这个方程带进去 这一点 就出来这个了 容易吗 对这一点我写这个方程 对这一点我又写这个方程 变成这个了 把这两个一解出来 就变成这个了 这个当然你回去稍稍 比一做半分钟搞定 现在你这样做了以后 并不是万事大吉 因为这只是这两点的电视等于零 你当然验证 所有球表面是不是都是这样 球表面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你在这儿搞一个 比如说用cos定理 然后我们知道 余线定理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 这个R1我们可以算出来 是不是R1R都可以算出来 把这个带进去 假如说这个角度是c的 是不是 然后你把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带到这里边 你会发现这个加起来 确实是等于零 和c的是没有关系的 和c的没关系 这到处都一样的 是不是 当然你可以再搞一个更复杂的 费转起来 你们这个是什么 其他地方也都这样 费需要吗 不用啊 你转圈就行了 对不对 本来跟费没有什么关系 对 你验证你就知道了 于是你这个结果找到了 于是你这外边的任何一点的电厂 怎么算呢 两个点电厂的电厂叠加就完了 容易算吧 没问题了 这有问题吗 现在下一个问题是 现在我不接地 不接地的话 这个问题怎么算呢 不接地的话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 是不是 可是不接地的话呀 这个同学说 先把电视算出来 这个思路对的 因为这个电视 你会算 刚才算过了 对不对 中心那点电视一算 算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你让这相电盒 让他俩 让这周围的电视 都是那个电视 可是不容易做呀 这个 明白这是吗 做不出来 这实际上是 这个思路是对的 然后可是呢 这个思路再往下怎么走呢 实际上就是说 靠一个相电盒不够 这靠两个相电盒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 刚才这个情况 你在这里边找到的相电盒 结果啊 是这个球表面 等式是等式 可是电视等于零 你为了把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导体 刚才同学说了 这个球的导体 这个电视 我是知道的 现在这两个相 这个相电盒的贡献 是使这个表面 变成等式 而且是电视等于零了 是不是 我现在把这个球表面的电视 统统给它抬起来 抬到刚才那个电视位置 电视那么高 不就得了吗 我怎么才能把这个 球表面的电视 一起给它抬高呢 电盒放在哪行啊 再加一个电盒 在中间加一个电盒就行了 是不是 加一个多大的电盒呢 因为这个导体球本身呢 是不带电的 是不是 你如果做高氏面 高氏积分的话 高氏积分等于多少啊 这个高氏面的积分 等于多少 零呗 对不对 它反正不带电嘛 是不是 它等于零的话 意思是这里面不带电 所以你要是 里面向电盒 代替了这个作用的话 里面向电盒的电盒 加起来应该等于多少啊 等于零吧 所以中心放的那个电盒 应该是什么呀 中心放的那个电盒 就应该是和那一号的 是不是 而且放在中心了 那么你俩 让这个电视等于零了 中心那个东西 就让它抬高到什么程度呢 把电视刚好抬高到 它在中心产生电视那么多 那你 那你把这个电盒放到中心的话 是不是那个结果呢 你一算就发现 它就是那个结果 没问题了 这个好像有问题吧 你们听了以后 有问题 你应该问我现在哪个问题 在问题在哪 我好解释 当然 我们下课问也行 下课答疑啊 或者是讨论的时候问 这个思路没问题 是不是 然后这样说 那可能你可能怀疑 这个对嘛 或者说 可能有点心里不太踏实啊 什么的 这个感觉要有的话 我觉得你们是对的 因为这个 这不能这么踏实 你说这个是不可觉察 你这么干 真的就这么准吗 难道不会出差吗 这还得有一个 真的那个理论支撑才行 是不是 可是我后边我会讲 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静电厂的唯一性定理 支撑这个电像方 让它就是正确了 就这样 不过在这里边呢 我稍后说一下 好 下面我们另一个例子 比较简单的 比如一个无限大平板 这个导体 然后接地了 然后一个点电盒 放在这上面 那这时候 这外边电厂等于多少啊 当然你知道了 你一想 这是一个接地的导体板 这个电视等于零 因为你 我们以前知道过 一个正电荷 一个负电荷 中心这个平面 是电视等于零的一个等时面 这你知道的 同意吗 一个正电荷 一个负电荷 中间的那个面 就是一个电视等于零的面 因为距离都相等的话 电荷是一号 当然电视等于零了 所以你这个点电荷 在导体 接地导体板的这个电厂啊 就可以用一个负电荷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向电荷来代替 就是离这个平板 距离相等距离的那个地方 放在负电荷 这个时候 这个中间的电视 也是等于零 跟这是一样的 从这边 从这个 这个空间的角度 不知道 它是负电荷 它的作用呢 还是这个导体板的作用 因为对这个空间来说 只知道这里边 有个电荷 只知道这个旁边 有个面 这是一个等式面 而且电视是等于零 它满足它 所以这个是 可以向电荷 可以代替这个导体板 然后它问你 比如说 电荷怎么算呢 导体表面的感应电荷 面密度怎么算呢 剩下的问题 这都是简单的问题 是不是 电荷怎么算呢 两个点电荷的叠加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 用向电荷 代替了这导体板以后 比如说 导体一车 电荷怎么算呢 我算一下 这两个点电荷的 比如说 电视 电视不是叠加吗 叠加以后 然后我算一下 把这个 你这个R1R 我用的XYJ 这些东西都带进去 这容易吧 这次上课 我们不讲这些东西 我们教科数都有 这个立体都有 然后你对它 求一下T度 不是电荷全出来了 然后刚才平板上 电荷面密度怎么算呢 因为平板啊 是这样的 这不是平板吗 所以 这个是Z 平板这个 垂直于平板 那个坐标是Z 而且我们这平板上 Z坐标选择为Z等于0 所以说 你说我要算这个表面的电荷面密度的话 因为我这导体 这是等式面 所以等式面上的电厂 都是垂直于等式面的 对不对 垂直于等式面 而任何一个地方的电厂 我们知道 导体表面的电厂 跟当地的电荷面密度之间关系是 一平板零分之四个码 对不对 现在电厂处处都知道了 你就算Z等于0情况上的 某一个点的电厂 然后除一个一平板 乘上一平板 就是当地的面电和密度 同意吧 就这样 所以你把这个电厂都算出来 然后 你电厂Z等于0的地方算出来 然后把一平板一层 一平板零一层 这就是当地的面电和密度 这样 好 刚才那个不太踏实的 我就 因为刚才 我想你们可能不是说 不知道具体细节 可能不会 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说 这有点怀疑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呢 是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依据 叫静电厂微星定理 微星定理 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这样啊 实际上 你这个静电厂不是 静电厂 可以有一个静电厂方程 这个方程 就是不太 就是在这儿比较通俗的说 就是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 合在一块可以整出了一个方程 静电厂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啊 当然是偏偏方程啊 什么这种东西啊 它是跟 它是一个边质问题 就是这个方程 你要想解一个偏方程的话 你得知道 你要想知道 它是在哪个空间区域的 方 这个 你想知道哪个空间区域的解 你要想知道 某一个空间区域的解的话 你得知道 围住这个空间区域的 那个边界上的条件 你得知道 你看这是什么 那么这个静电厂微星 你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这个方程啊 如果边界条件给定的话 边界条件啊 比如说边界上的电势给定了 电势等于零 接地 电势等于零给定了 或者是呢 这个边界上的电厂等于零 或者什么什么 就实际上是电势 沿着这个边界的什么 具体的 比如说垂直方向的导数等于零 或者什么 咱们不去管它 比如边界条件给定了 空间电荷分布给定了 里边导体啊 里边可能还有分散的一些导体 你考虑的那空间里边 导体带电量给定 或者导体的电势给定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时候它的电厂就 唯一确定了 意思说这个方程有唯一的解 只有一个解 只有一个解 哦 这样 那电相法为什么在这里边就 你电相法应该说比较踏实呢 用起来 就这个道理 你现在啊 静电厂 如果是这个导体在这 有个点电荷在这 你想知道 这里面电厂的时候 我想用相电和代替 是不是 可现在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来说是什么呢 静电厂你要考虑的这个静电厂工具 它是被这个导体表面给分割了 分割成什么呢 导体里边和导体外边 你要考虑的是导体外边的电厂 是不是 导体外边的电厂我怎么算呢 假如说这个导体是接地的话 那导体表面不是电四等于零吗 明白这是什么 导体表面电四等于零 意思说你这个空间电荷分布当然给定了 然后这个边界上电四是给定了 边界上给定了 那外边的电厂是唯一确定了 它不管你这是导体 是导体啊 还是里边的向电荷让这个边界上电四等于零的 它不管你 只要这边界上电四等于零 然后这外边电荷分布是给定的 那电厂是唯一确定的 你这个边界上的电四等于零是导体的原因呢 还是向电原因都是一样 意思是说你可以用向电荷代替呗 清楚了吗 唯一确定 假如说你现在不是接地 不是接地的话 你这变成什么呢 不是接地的话 相当于这个导体在这 然后你这个问题就讲 导体上的带电量确定的话 带电量确定 那高次定你就知道 你这到底是它带电呢还不带电呢 这确定了是不是 确定以后你知道这是一个边界条件 你得给定 这是什么呢 不是边界条件 导体带电量给定了 这时候它的解释唯一给定的 明白这是什么 现在你这个导体 导体表面是一个等四面 是不是 同时它带电量确定这件事情 我可以用向电荷来代替 向电荷和它共同合作的结果 是使得这表面变成等四面 这个导体的一面 是不是 另外是什么呢 我做一个高次定理 做一个高次定理的话 跟你导体的时候和向电荷的时候 它俩是一个情况 那不是唯一确定的了吗 解释唯一确定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一种解 它不管你这是导体造成的 还是向电荷造成的 一样的解 所以只有一个解 所以说你就可以踏踏实之用 边界电视给定了 可以用向电荷 边界电视不给定 告诉你导体带电量给定了 你也可以用 用向电荷可以代替这个导体 就是这样 这是有非常坚实的理论依据的 所以你可以大胆地用 放心地用 唯一性定理还有一个好处 说这个方程是存在性 我们不太关心 数学系人关心存在性 物理系不管 一定存在 你不存在 这方程给踢一边 不要了 为什么呢 你没有解 我用它干什么 你的意思是 世界是存在的 你想用一个没有解的方程 描述一个不存 存在的东西不可能 你必须存在 是不是 所以我们都认为 方程是天生是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管它 我一性这件事情 为什么目标 就很关心这个事呢 因为你要是知道 唯一的话 本来这个方程啊 说起来很难解的 很难解 有的时候在某些特定的 对生性性条件下 你是不是有可能猜出来它的解 猜出来的时候 你心里不踏实 你是猜出来 一放进去 你带进去 一试算 满足方程 你知道它是它的一个解 可是你知道这不行 为什么呢 还得再有一个怎么办呢 再有一个怎么办呢 你能把所有东西都找出来吗 你知道这不行 可是有一个唯一性 这保证的话 你猜出来一个 就是它了 没有别的了 因为只有一个解 你猜出来 它满足方程 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那就是它了 不多不少 就是它了 明白这是什么 所以可以用来猜东西 所以唯一性定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相电盒的方法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猜解 是不是 实际上是用一个相电盒来猜它的解 然后把那个边界条件给 跟你原来一样了 然后这个导体的条件跟你一样了 这个解我就找到了 因为解就一个 就是它了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